球员一边热身一边调皮弹雨珠 甚至有球迷撑着伞看球赛 不过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观众席外围直接变成池塘 还有雨水不断从天花板落下来 只要遇上大雨 台北大巨蛋内部总是跟着下小雨 迟迟无法完成修缮 台北大巨蛋漏水事件频传 不过现在有消息指出 是屋顶上的消光器所导致 传出2019年大巨蛋还在新建时 金属钛材质的屋顶却将刺眼的阳光 反射进一旁的光复国效 因此科市府要求将巨蛋外观 涂上消光涂料却因此造成腐蚀 由于大巨蛋建筑结构特殊 难以进行单一抓漏工程 只能使用特殊材质胶带 亡羊补牢 对此台北市场蒋万安立场坚定 所以如果在10月31号之后 还是有漏水的情形 当然我们依照合约相关的规定 就是每一天开罚10万元 不管漏水的原因为何 蒋市长要求得在10月底前 完成改善工程 否则国际级赛事演唱会一场接一场 再不尽快修缮恐怕会丢脸丢到国外去 接下来跑一周里切藏到岛 不停留在十月里切藏到岛